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上他为人仗义 在圈内 刘德华 张学友等一众大咖都与他称兄道弟 1992年 有个英国人放话 要骑摩托车飞越长城 还要申请吉尼斯记录 这个消息立马传到柯瘦良耳里 他大怒道 我们国家的长城哪轮得上外国人撒野 于是他加强训练 赶在老外前面凌空飞越了38米的长城风火台 也成功申请了吉尼斯世界记录 1997年 香港回归 柯瘦良打算驾车跨越黄河湖口瀑布来为祖国献礼 当时凤凰卫视还专门进行了现场直播 并由朱军担任主持人 现场观看人数高达10万 就连刘德华亲赴现场为他加油助威 当他驾车横空飞越平稳落地后 现场爆发出狂热的掌声 性格豪爽 不娇柔造作的柯瘦良 拥有大哥风范 不但让朋友所敬佩 也是家人们的支撑 2003年12月9号 柯瘦良不幸逝世 终年50岁 他的离去将风雨相伴的妻子宋丽华推入悲伤的深渊 当时的柯家穷困潦倒 家徒四壁 连为柯瘦良半葬礼的钱都拿不出来 妻子宋丽华愁得一夜之间白了头 在这万般为难之际 张学友赚了出来 他将一张卡递给了宋丽华 里面是他和刘德华 曾志伟等人凑出来的20万元 靠着这20万和张学友几人的帮助 柯家好歹把葬礼办完了 可葬礼办了 这家子没有任何生活来源的孤儿寡母要谁来养 年迈的老人 怀孕的妻子 年幼的儿女 在令人惋惜的同时 也让柯瘦良的大多数朋友选择了视而不见 张学友和刘德华等人始终忘不了 柯瘦良当初对他们的帮助和提携 于是挺身而出 在柯瘦良墓碑前许诺 一定会好好照顾大嫂和她的几个孩子 如今19年过去了 他们是否兑现了当初的承诺 而今柯瘦良离世19年了 没有丈夫的日子里 宋丽华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他是否走出了丧父的悲痛 传言 柯瘦良死在十八线嫩磨的床上 这些又是真的吗 当时因为帮曾志伟完成最佳拍档 骑摩托车穿过玻璃的戏份 柯瘦良被称为除了成龙以外最敢玩的明星 那股不怕死的拼劲在香港演艺圈广为流传 刘德华为此还专门写了一首 我不做大哥很多年来赞赏他的勇气 两年后 由成龙 红金宝以及原彪 共同合作的电影《快三车》 向柯瘦良抛出了橄榄枝 请他到现场帮忙指导 成龙筹备的电影自然少不了各种高难度的动作 在龙兄虎弟中 柯瘦良要驾车 在南斯拉夫六道并排的高速公路上完成75米的飞跃 这一幕动作危险系数极高 稍有差池就会车回人亡 但他仍高质量地完成演出 也因此被大家称作科大胆 事业一路红火的时候 柯瘦良的感情也有了着落 他对宋丽华一见钟情 并很快确立了恋爱关系 但这段恋情却遭到了宋丽华父母的反对 因为柯瘦良身为特技演员 其工作危险性不言而语 宋家二老不想女儿整天担心受怕 但宋丽华心意已决 依然和柯瘦良结婚生子 2003年年底结束了最后一场酒局后 烂醉如泥的柯瘦良因过量饮酒 导致哮喘一醉不行 享年50岁 生前的他仗义收财 身边的兄弟有困难时 他总会第一个伸出援手 故而虽然事业红火 但其实柯瘦良账下并没有多少存款 再加之先前曾向朋友借款未清 所以他去世后 金金阿丽一下子便落在了妻子宋丽华肩上 这个家庭一时间捉襟见肘 连殡葬费都凑不出来 其实宋丽华非常不容易 柯瘦良作然万般好 但他却有个十分不好的爱好 那就是酗酒 而且婚后丝毫没有收敛的意思 夫妻二人时常因此吵架 时间久了 宋丽华见丈夫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再加之也只有酗酒这个毛病 所以便得过且过 不再劝说 但没想到 有钱有名后 柯瘦良却在妻子怀孕期 出轨了谢东娜 某日作为评委的柯瘦良 在选美现场 认识了小自己23岁的选手谢东娜 两人就此走到了一起 那时妻子在家养胎 她却带着新欢出入各种高级场所 留恋忘返 而在那个年代 这种行为只能算是 犯了每个男人都会犯的错 所以所有人都帮柯瘦良 瞒着宋丽华 但终究只包不住户 枕边人的改变 宋丽华怎么会察觉不到呢 和柯瘦良沟通后 他得到了对方不会离婚的回答 于是便对丈夫出轨的事情不再过问 只是专心照顾好儿女们 2003年12月初 柯瘦良回到了上海 忙完了工作以后 约朋友出来再放肆喝一次酒 这一次依旧喝得烂醉如泥 被谢东娜接回家里的时候 已经不省人事 谢东娜和往常一样 安置好柯瘦良休息之后 就去休息了 没想到柯瘦良这次再也没有醒过来 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没了知觉了 送去医院以后被判定是因为酒后哮喘猝死 一时间黑哥柯瘦良猝死在年轻女子床上的新闻 传得沸沸扬扬 为了保住柯瘦良的晚节 柯瘦良的明星朋友们都选择重口一词 言之糟糟地说 连只是普通朋友关系 他只是喝醉了歇歇而已 只是谣言容易起 却不是那么容易止 眼看柯瘦良的声誉 就要被毁坏了的时候 妻子宋丽华这样出来 宋丽华也想过撒手不管 让那些所谓的朋友粉饰太平 毕竟当初是柯瘦良自己执意要喝酒搞外遇的 现在也算是咎由自取 只不过宋丽华到底是心软 毕竟是曾经相爱的丈夫 更是自己三个孩子的父亲 为了三个孩子的以后考虑 宋丽华思考再三 还是决定站出来主持大局 宋丽华先是召开记者招待会 否认所谓的出轨恋情的说法 解释猝死是因为之前 过度劳累工作 身体不堪众贺 并且表示 夫妻二人感情一直很稳定 在表达自己对于丈夫猝死的悲痛欲绝 如此言论不仅平息了大众 对婚外恋情的议论纷纷 而且还将猝死的原因 指向了柯瘦良所做的工作 媒体们在这样的引导下 称赞柯瘦良敬业努力 这样也算是保住了柯瘦良的声誉 柯瘦良的圈中好友 一直以为宋丽华不过是一个家庭主妇 当他们看到宋丽华不计前嫌的 帮柯瘦良保住晚节 而且劳心劳力的 为柯瘦良的丧事筹划的时候 不免心中感叹 这才是真的大嫂 于是在柯瘦良丧事举办的时候 圈内的大佬几乎大半都来了 包括成龙 红金宝 刘德华 曾志伟等人 都来送小黑最后一程 丧事上 宋丽华看着柯瘦良的黑白照 还是没忍住痛哭不已 毕竟是那么多年的夫妻 虽然柯瘦良曾经做出了 那么多伤他的心的事情 虽然自己曾经下过无数次决心 不再理会他 但是柯瘦良离开之后 内心还是忍不住难过 大概这就是夫妻吧 宋别丈夫 宋丽华陷入巨大的悲痛中 每天以泪洗面 精神恍惚 短短几天 他仿佛苍老了十岁 只是生活还需继续 幸运的是柯瘦良给宋丽华和几个孩子 留下了很多人脉 许多明星都对这位大嫂和几个孩子格外照顾 其中 只有刘德华和张学友 还答应为柯瘦良养儿子 事实上 他们也做到了 不仅提供了资金 让他们读书生活 在几个孩子的人生重要节点 他们也代替柯瘦良见证了 大儿子柯友伦出道 曾志伟刘德华 张学友等一大班巨星为他助阵 女儿柯丽珍建了香港豪门 当晚 刘德华张学友两大天王也亲赴现场 以两家人身份 为这位侍侄女送上祝贺 而现在大儿子柯友伦 也终于在39岁结婚生子 婚礼那天依旧是众星云集 张学友 曾志伟 刘德华 吴君如 任贤奇等等 都来祝贺 全场其乐融融 但全场最开心的应该是终于熬出头的宋丽华 现在儿子女儿都有了自己的家庭 宋丽华也从妈妈变身为外婆奶奶了 终于可以停下来想想天伦之乐 即使那天离开了 见到了柯舍良也可以问心无愧了 其实在几个孩子都知道父亲当年做过什么 也知道宋丽华的苦楚和不容易 所以劝过宋丽华再重新找个老伴过日子 但是宋丽华拒绝了 以前他即使恨过怨过不甘心过 但是现在都全部被一笑而过了 现在的他已经不需要所谓的爱情 也不需要所谓的老伴 只希望能够安稳度过晚年 看着孙女孙子好好长大 足矣 这样的场景 这样的事 是不是也似曾相识 这似乎是大部分出轨家庭的缩影 只是有些妻子 在面对打击时 可能会自怨自艺 一蹶不振 或者重新振作寻找下一个 也可能会暴露失控 甚至患上抑郁 所有这些 当然错的都是那个 被灯红酒绿迷失双眼的男人 只不过他却两手一撒的走了 当年的宋丽华 面对丈夫突然离世 留下来的乱七八糟的事情 他肯定也曾不知所措 但最后 他还是凭借着自己的沉着和情商解决了 因为他不忍心 为了一段混沌的情势 把儿女的未来都搭进去 不能让孩子以后 活在别人异样的眼光里 而事实证明 他确实做到了 现在 客家儿女都有了美好的人生 不可否认 一位母亲保护孩子的英勇 有时会比飞越黄河 更铁骨争争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